新手开车技巧 学员在驾校经过几个月的日晒雨林后 终于考出了驾照 新手上路难免心里会有点紧张 那么新手开车有什么技巧呢 新手开车前可以先观察一下 车停好后的前车挡风玻璃和自己车的具体位置 这样在路边停车时就能避免蹭到前面的车了 汽车的上左中右三块小镜子是用来扩大驾驶员视野的 及时了解周边情况和你所处的位置关系 踩油门的原则就是轻 温柔驾驶对自己和车辆都有好处 减速过程不是用刹车 而是用油门踏板 而踩刹车的次数越少越好 弯道前收油 弯道加速是转弯的基本方法 此外还要防止转向不足或过渡 以及特殊路面可能发生的侧滑或甩尾 总之驾驶过程中速度不能过快 一切小心谨慎为佳